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有个男生啊 想认识他 然后呢就是说能不能得到他的微信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人家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就说怎么着来着 我不说了 不是我觉得啊 是这样 徐老师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的时候 你会在外面就是不管是出差也好 或者有一些社交场合 我都总结到了那种 就是比如说人介绍说这是傅小甜 在凤凰卫视工作 好那个呢都很矜持的 我看过你的节目 我风云对话不错 一般就是这种啊 然后那种如果说是 不管前面有多少人 多少障碍 他在多远 是那种基本上是冲着过来的 然后握着我的手 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的 第一句话一定是 稳涛哥好 不是不是 真的基本上都是这种 就是说他觉得人家记得的是 他枪枪三人行李的他 我说这太理所应当了 对吧 你在枪枪三人行李的你 才是一个人呢 你在复晕这个话里的你 一个你还能再装点吗 我没有装啊 我只是在很认真的 在工作而已 那是你的另一面 人啊 那是你比较可爱 照我们这个宋欣这主编的总结 就是你在风云对话里呢 是比较可敬的一面 但是呢 你在枪枪三人行李呢 是可爱的一面 所以人家印象更深 应该说确实 我还是很感谢枪枪三人行的 真的给我一个机会 做我自己啊 在荧幕面前做我自己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机会的 你以为这就是你自己吗 至少相对于风云对话 鬼才信呢 人呢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是吧 薛老师 人都是 你知道什么是我自己吗 你知道什么是我自己吗 我呢 你有参照吗 曾经以为自己知道 结果后来发现呢 我也是知道一点点 就是人的这个面向啊 太复杂了 我后来又听其他一些人 转述过关于小田的一些传说 我说这是他吗 这是另一个人 你知道这个 我有什么传说 这事不能再往下聊了 咱聊点正经的行吗 好 聊正经 我完全能理解 薛老师 你看我在大学的这个初恋女友啊 都前两年都过世了 我最后就发现 为什么初恋特别不靠谱啊 我最后在很多年之后 跟我的同学们聊起来 我才发现呢 好陌生 我才发现我根本不了解他 我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 连我们同班同学都没有那么多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爱 太了解了就 不太好了 你看 所以说涛哥现在也不爱我了 哦 你不能这么说 好 因为我爱上了另一个人 现在先看看 我给你 徐老师看看小田 现在都生活在 看看你怎么移情别恋 看看小田是什么环境 人家在什么环境下工作 你可以看看 都跟什么人在一块 都跟什么人在一块 这大家认得吗 认得吗 对吧 像不像那个金正恩 什么 不不不 那个 对不起啊 口误 像不像那个谁 潘基文 怎么我说成金正恩了 不是 这就是近年来的一句口号的体现 叫与国际接轨啊 对 这个接轨啊 你瞧 主要是潘基文在给小田看隐私 哎 潘基文的手够肉的啊 这是有福的人 你看 你瞧瞧这是一家人 他们的家庭照 对 他有两个女儿 他自己的一家 对对对 年轻时候的潘基文 是吧 是是是 小脸啊 是上镜的是吧 这个女记者 真是就这点特权 你要想象 如果是一个男记者 这个 这个 这 潘基文会把家里的照片 秀给你看吗 我觉得这根本不自然 这也是他展现很 人性化的一面呢 你看这就 他只在女主持面前 展现人性化的一面 在男主持面前 那就是什么 不好说了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小脸并不光是 只是采访 潘基文 顺便 采访完潘基文 就去了美国的枪店 是吧 这次在美国采访 顺便可以做一个广告 这是我们 也是在我在 纽约那段时间 然后这是在拍那个 凤凰大视野 就是探究美国的 黑人的生存 生存现状 对 瞧瞧 就是看这个 奥巴马也快 这个卸任了 对不对 到点了 那么他在任 八年时间 有一个黑人总统的 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 黑人的生存状况 有没有改变 对对对 我觉得你还是关心一些 本国人的吧 看看他吧 啊 这也跟你同在纽约吧 当时 是吧 凤姐 这是从关心黑人 到关心黑角 从关心黑角 到关心黄主人 然后凤姐 在美国 还是在认真的 阅读知音 这就是你的 遗情别恋 这知音 对 凤凰台庆啊 我当然要说一说 凤姐了 这凤姐就说 有时候饿的 没吃的 就只有一碗汤啊 充饥啊 这就是咱们的凤姐啊 好像说凤姐 她之前是生活在 这个布鲁克林吧 也是美国黑人区 就是纽约的黑人区 真的那样的环境 我觉得 我很难想象 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真的和我们 想象里面的这种 纽约啊 曼哈顿啊 简直是天壤之别 布鲁克林 也分不同的区 对对对 如果布鲁克林 就是也靠近 那个曼哈顿 那个地方 那非常好的 斜斜的那个楼梯 上去的房子 就是布鲁克林的 但是布鲁克林 再深入一点 布鲁克林 还有什么布朗克斯 什么的 那些黑人区 真的你一进那个区域 那个味道都不一样 你知道吗 现在主要的 有个什么新闻点呢 这个我有点想不出 想不到 这个著名的环球时报 发表雄文 炮轰奉解 是吗 你这不做功课的 你这炮轰奉解 就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好像是说 讨论的是 关于奉解的这种 他的成长历程啊 他的这段经历 较不较成功 是不是能成为 年轻人的榜样 凤解为什么会成为 环球时报的炮轰对象 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件问题 因为过去呢 大家觉得凤解嘛 我记得很多人还写这个 立志嘛 凤解人家从社会底层 怎么怎么奋斗上来 然后到美国 从这个修修假的干起 但是最近凤解 是不是接受了一个什么访问 对 我还专门看了 你给我们报道一下 对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 一个层面啊 就说为什么环球时报去炮轰 这个凤解感觉这个是不是大炮 打门子之类的 是不是这个 好像驾驶有点大 但是呢 也是因为之前有很多人 好像在捧他呀 就是这个凤解成功了呀 很立志呀 80后的榜样啊 什么的这一类的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 这些讨论啊 都是一个层面的 就是他这样的成功 叫不叫成功 虽然说就是他从底层到底层 从中国的底层到美国的底层 这是他自己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轨迹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开放式的命题 可以去讨论的 他最近的一些 你言行啊 近年的就包括他去了 美国之后的一些言行 我发现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的单纯 嗯 美国之音采访他什么呢 就比如说采访他就是 为什么你会来美国 他在上面就表态 他说我很喜欢美国 我就要在美国住下去 那么为什么呢 但他批判的实际上是 中国的人权现状 他就在讲自己的经历 说以前自己因为出来 想要征婚 他说然后呢 我在中国就受歧视和嘲笑 因为他们觉得 我的出身不好 我是农民 然后呢因为我的长相不好看 但是呢我想嫁一个 北大清华的 他们就来讽刺我 在中国的话 就是没有这样的权利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 出身背景 我找不到好的工作 我甚至连希望要求 嫁一个北大清华的人 这样的权利都没有 这他的这个逻辑 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我我我 我给你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 我首先体会到的一个什么呢 过去很多人 是把凤姐当成个娱乐人物 对对吧 你跟他叫什么 他是个娱乐人物啊 他有没有点幽默感呢 对吧 谁跟他就是当真呢 老实讲 凤姐未必有心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一些话呢 要照我的主持人 常年咱这么高觉悟来说 我觉得他碰触到了某些个圈圈 比方说我跟你讲 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 控诉说 因为自己的女性性别 自己的农民阶级 他在中国饱受歧视 来到美国才感受到了平等 我到美国就向往自由平等 对吧 然后呢 他提到这个争婚 他说啊 为什么当年人们在中国瞧不起我 鄙视我 原因是 他解释啊 他原因是 我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家庭出身 他说这种底层人 在中国是没有人权的 只能被欺负 他还告诉采访他的美国主持人说 中国的农民家庭 从来就无法翻身 只能被压迫 这个 所以环球时报就开始批驳他 批驳他就是说 就挖他个底啊 当年 一个本来是个笑话一样的人物 如果你把他当真事 给他 兜出底来 你知道吗 这会产生一个非常严肃 又非常荒谬的一种视觉效果 我觉得这个政治化 首先是美国的 这个传媒 我觉得这个 这个凤姐就是一奇葩 没人把他真的当回事 但美国的传媒呢 他认为这个人物呢 在大陆受关注 他有一定的关注度 所以呢 他们就 我觉得他这些访问啊 都是有引导性的 他用的词汇呢 在英文里也许 就是最常见的用语 但是一回到中国的语境呢 他这个是个中文采访 采访他的记者是个中文 但是他因为在美国说这些话 什么人权啊 什么这些话 在他们那里 那是那是 就是很普通的话 但是他一报 他就是在中文啊 如果他是中文节目 他是对中国的 因此就具有了政治的含义 环球日报 当然要反击了 对不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一下 我的感觉是这些奇葩啊 他们就是什么样的话 引起注意 怎么有好处 他就会怎么说 他还换一个语境 要是他碰到像 武汉大革命一样的 他肯定又控诉 什么戒指敌人 怎么迫害我 我古代仇生啊 或者是 我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 就是说凤姐 他其实这一系列的言行 是有他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目的的 他就是为了 不是 还不是 有家人 还不是 当然这些不排除 是他的这个目的之一啊 他是想申请 那个拿到美国的身份啊 他就为了制造这样 不是 他之前不是这样 他去了以后是这样 这个很多华人 世界各地的人 到美国去 常常就是为了 拿到一个政治避难 和一个绿卡 就什么样都 有很多人之前 不信法轮功了 跑到那边说 他们被禁锅啊 等等 他现在的说法是 他在中国 因为要被歧视 被嘲笑 就好像被压迫 因为他的出身 因为他的性别 像他这个逻辑 就是混淆的 第一 他在中国 其实要我看到 他受到的不仅仅是嘲笑 还有追捧啊 还有很多人 把他那个当作榜样啊 对不对 而且因为他被当作榜样 实际上他好像 我听说他还什么收费 去发微博什么的 那这个他还得到了好处呢 他为什么不说这个呢 第二 就算是他被歧视 被嘲笑 那也不是因为他是农民 他是女性 而是因为很多 他自己作出来的事情嘛 对 不过美国的有关部门 傻乎乎的 有时候是会骗金 那你用什么方法来 来说受迫害 那就接受 而且真的 香港现在整天 受那些难民啊 什么南亚 各个地方 来了以后说 他在自己国家受酷刑啊 什么 香港整天的接收他们 你谁也不知道 他跑来以后 就又在打黑工啊 什么什么 世界上的这种难民机制 跑来求远的人 他一定跑到一个地方 说你们的好话 说我在自己国家怎么苦 那个 但归根结底 这种不用太认真 这个娱乐的归娱乐 政治归政治 但是你看 这是 我就说咱们这个 文秋时报 报纸一写评论 就是 其实 凤姐的套路 很容易拆穿 他早年在国内 无下线的炒作自己 是为了出名 是为了自己 他近年在国外撒谎 假装被中国迫害 是为了留在美国 也是为了自己 他最近在微博上 发一些看似 深明大义的段子 是为了转发热度 也是为了自己 你知道 我现在就很欣赏 中国这个斗争的 这种文风啊 当年 批赫鲁晓夫 酒瓶啊 那家伙真是势如破竹 但是你知道这种文风啊 用来对付凤姐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现代的 这个一个网红 用当年酒瓶的那个气魄 来打一个这个奇葩的 一个小女子 他这篇 环球时报这个批判 最大的用处啊 是给凤姐 凤姐拿了这个东西 到美国 你看 我受迫害 这个报纸是中国官方报纸 你看我怎么敢回去啊 本来美国人要evidence 证据在 这真是天晓的 我看凤姐她在这个采访里面 她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 她就说 他们嘲笑我 我想嫁这样的人 她说你知道吗 在几十年前 那个黑人还不被允许 跟那个白人同车呢 他们在车厢要坐后面呢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平等的权利 我现在在中国 因为我是个农民 我就没有平等的权利 我连做梦的这个权利都没有 她就偷换概念 就说的挺漂亮的 这个话说的可以很有意思 别说她学的好快 学了一套美国枪 她很有话题性 你比方说 我问你小天 这里边藏着一种什么呢 比方说 要是一个乡村的一个丑女 很丑的一个女子 她整天在微博上讲 就说我貌美如花 然后我能娶到 比如说谁啊 王思聪吧 对吧 或者说是某中央领导人 我能当她的儿媳妇 对吧 如果她每天这么说的话 其他人会怎么看她 会认为她是个疯子 会认为她是个 我觉得这个呀 比较有中国特色 说真的 我现在想象 如果是同样条件的一个女的 在美国说这个话 没有理论 对 收到的这种社会反应 可能和在中国 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会是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中国人呢 就好像确实就比较喜欢 关心别人的事情嘛 对不对 要是在美国呢 美国就没人理嘛 美国的阶级 就是这个 她你发这个微博 没有人转发这个东西 反正反应肯定会冷很多的 比如要一个女孩 整天在微博里喊 我要嫁给比尔盖茨 对吧 我要把比尔盖茨夫妻拆散 我要 没有人理她 本来呢 美国就脑子有问题的人 本来就比较多 对对对 所以没人 这也是个现状 中国的文化呢 我们的文化传统 要求大家都很聪明 大家一样 有一个人脑子有点问题 大家就很关心她 另外中国呢 要求平等的呼声特别高 你这种往上面骂的声音啊 吊丝的反应很大 大家有认同感 到时候说啊 黄思聪为什么不理我啊 你看这就是 有钱人对我们老百姓看不起啊 下面还有很多人赞成 所以中国的特殊国情 环球时报应该分析这种国情 而不是去讲她学的美国枪 想要美国枪 哎呀 这是给她 真是太开心了 我说这凤姐真是 她再来呀 对不对 她要什么就有什么 如果她真的拿到了绿卡 怎么办 对吧 这是太好的材料 写这篇评论呢 不是 就是哎 小田你看你在美国 不是还接触了很多这个黑人呢 或者布鲁克林吗 你觉得美国人 比如说就像 有没有像这种 咱们现在就一个网红啊 靠着一些惊人的这个言论呢 一下子就能换来点击 一下子就能够成个人物 这网红 我觉得是一个普世现象 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网红啊 我那天还看到说一个什么 澳大利亚的一个网红女孩 最后绷不住了 就装了十几年呢 她的生活就是为了当网红 每天吃饭拍几百张照片 就是为了怕发好看的照片 最后她就说不行 这样的生活过不下去了 我要做回我自己 对 她是好看 她是发这种美照 对 但我说有没有这种凤姐 这种神丑 似的这种奇葩 对 这个还真是我不太了解 我相信应该有 但是我一直也不太了解一点 就是说咱们 我很希望邀请凤姐上咱们节目 我特别想当面问问她 就说 因为我一直 咱们在谈到很多人的时候 我经常都会问 包括谈到很多伟人 我说她骨子里 到底是个机会主义者 还是一个信仰者 我经常会问这种问题 因为我有时候很关心就说 她是真的这么认为 还是在跟你玩呢 她是演戏 入戏太深了 你比如说你记不记得 还有一个叫庞麦 庞麦郎 我的滑板鞋 时尚 时尚 你知道吗 当我们看到有的记者 采访庞麦郎的时候 我们认为 她是个信仰者 你还真别以为 她是作秀 我最近这几年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你看社会上这些怪咖 这些奇葩 这些做出种种惊人表现的人 不了解的人都爱说 这人作秀 这人大奸大滑 太奸滑了 可是你想过没有 让你去弄一下 你舍不下这个脸 你做不到 而据我跟他们某几个人 接触的经验看 他们骨子里 跟他的心理有关系 这个心理 有的人具有一种叫做表演性人格 就是英文 这个 实际上翻译过来 叫表演人格 膨胀 他是真的 又假 就是那种 你知道吗 他有的时候真相信 他相信 所以说你别看这个奇葩 并不见得是炒作 他的性格就是这个性格 他就决定了 你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那个旁卖狼 他真的觉得 对吧 我跟周杰伦有什么区别 我跟周杰伦有什么区别 你们这些人都利用 我的歌 都利用我的音乐 利用我的名气 想占我的便宜 他真的生活在这个相信里 我倒不太感兴趣 凤姐自己在想什么 但是我在想 内地的那么多网友 关心他 除了看笑话以外 是不是也有种 无意识当中的认同 就是说比方说 我也很差 我也很难看 我也很弱 那么看到一个弱的人 以各种方法出名 是不是也会有一种 投入感 那就是所谓屌丝的 这种造反有理 他们不管怎么样 他是打破你的规则 是不是这种 我觉得就是说 老实说吧 当然咱们这个就是 没有资格做一个 总体的评价 可是我老觉得 你看什么柳妍 这个婚礼的 这个闹新娘的这个事 包括这个什么 凤姐的这种 在中国就能引起 这么大波浪 老让我觉得 实际我们聊天的话题 很贫乏 就怎么说 就是 按说一个百花齐放 各种爱好都有的 一个民族 应该是 有很多个不同的聊 很多个话题 对吧 但是你会觉得 为什么 表面上很丰富的 这个舆论公共空间 实际上你看穿了 你就觉得这个民族的 这种公共舆论空间 这种每次成为最大潮的 这个热点话题 表现出了 他这个国民 这个精神生活 还是贫瘠的 是单调 我不是说 我也爱八卦 可是 我们也可以聊聊滑雪 也可以聊聊滑冰 也可以聊聊别的文学 你知道吗 涛哥 就是我们以前 都有分析过 就是为什么 这个留学生 华人留学生 好像最八卦 就在说为什么 就是好像你在国外 在读书的话 就在国外的时候 对对对 你要是和那些 外国学生在一起 你不是在一起八卦呀 或者是 你要是这么 包括韩国的日本的 也没有那么八卦 可是为什么 中国人在一起 一坐下来 那就是八卦 到处说这个 说那个 其实这个呀 是跟他的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都有很强的关联性的 你在这个几个 中国留学生 在一块一坐 好像没有别的一些活动 可以去参加 是不是一种 长期匮乏之后的 一阴影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小天刚才长明 对 我说还有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原因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还是受 孔朗夫子的影响啊 真的就是 每一个中国人 对别人有要求 有期望 那么当你的这种表现 不能够符合我 对你的这种 预设的期望的时候呢 那么 我就管不住 自己的嘴啦 我就要说啦 那我这一说呢 又能引起共鸣 因为和我一样的 这种人很多 就大家一起 chitchat 那么这样子的话 舆论空间 舆论氛围就起来了 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倒过来 就是我所遇的 也要你有 所以这样呢 就是 因为真的 我仔细在想 如果在美国 这样的一个怪人 是没人理的 因为人家变地气吧 本来怪人就很多 你到Sandy Monica Beach 去看看 各种各样的 世界各怪 可中国人呢 真的这个文化 不一样 就看到一个人 跟人家不一样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怎么这样呢 你看随便一个 什么事情 在这一点上 凤姐就很聪明 她就真的是利用了这一点 对 她知道 我稍微怪一点 大家会来关注我 我有一定的关注度 那么我一说一点 好像出格的言论 你们就会来嘲笑我 那我就拿着这个 到美国去说是 然后踩的呢 又正是美国的这种 所谓的政治正确啊 人人平等啊 个人主义主义 自由主义主义的 这条线 就是说 那我在中国 不能够享受自由 平等 和我的个人思想 连我做梦的权利都没有 那么你们要保护我 你看这凤姐 你现在说的 就是说你听 你听出来 那玩意儿也够 潘基文的水平啊 说 虽然我提出 人人平等的想法 但是没有实现 我反而成为了一个 反面丑陋的形象 罗一凤强调 不管我的贫富 不管我有没有结婚生子 不管我过得好与不好 我都会为中国 以及美国人权努力 就是我的希望 这 我也算进步吧 因为以前 再回到若干年前 像这样的人物 根本讨论都不讨论 现在我们能够用 娱乐的方式 涉及一些政治问题 凤凰18年了吗 再过十年 情况就会好一点的 你们这说法 好像我们凤姐 是个机会主义者 但我还是说 事情的另一面 我认为 他是有他的信仰 你知道他在这个 他相信他自己所说的 我不相信 他在这次采访里面 他说了一段什么 他说 我五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我认为 我能够当美国总统 可是现在五年过去了 我英语还没有学会 我觉得我可能 当不了美国总统了 你觉得他是有 这样的信仰吗 你真的觉得 他五年前到美国的时候 他觉得他能当总统 我跟你说 如果你是一个 心理学家的话 你就知道 人的这个性格类型 大脑状况 深如海 世界上 那个奇怪的人 海是很深 但是海的 最表面的一层是 这次采访 不会比我帮 那个黑人 做脚趾夹 要多很多 这个是海的表面上 的东西 你们这是给多少钱 你就觉得 我就觉得有的人 他就是让我觉得 我挺佩服这种人 他可以 无视周围人的反应 真能做到那种 旁若无人 就是我认准了 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表达 而且自己当成回事 你知道很多 你看就像咱们说的 像庞麦郎 像凤姐 很多在往往在一些小县城 还有什么陈光 我还记得我的一些大学同学 我绝不是说歧视什么农村 和偏点山区的人 但是 但的确是我个人见到的 我就是经常见到 一些从比较偏远的农村来的 我们的同学 我在大学的时候 你就看吧 他这个志向 最高远 然后他那个表现 经常听到 他在大学寝室里 他嚎叫 写一些个诗 我现在还记得 他写的那个诗 是吧 说什么 克林顿把导弹 打进了莱文斯基的大腿 他就是 经常我见到 就是 性压抑 性压抑 一些这样的同学 我不知道 就跟他所在生活的土壤 有没有关系 就他特性相信啊 这就有点 那种真没有 那种 这是也挺有意思的